大家好 歡迎收看9月19日星期四的修士Ground 最後陳議題 和大家總結港股開放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計第三季本港經濟呈現負增長 港股載度高開低走 恒指高開66點後快速轉跌 午後跌世家劇最多下錯382點 見半個月的低位 遣守20天線 修捕26468點 再285點 跌幅1% 國指高開32點 修捕10385點 跌93點 跌幅0.9% 全日成交金額稍有增量 去到706億元 再跟進港交所新推出的每周行此期權 及每周國指期權的成交情況 每周行此期權有1083張成交 其中營救期權566張 認估期權517張 而每周國指期權有479張成交 其中營救期權111張 認估期權368張 大市普跌一共有超過1000隻個股下行 藍籌股份亦指於四隻向上 而包覽頭兩名的都是手機設備股份 蘋果概念股份繼續受到蘋果新機 反應熱烈的預售情況帶動 水星科技創一個月的新高 收報47元 逐升5.9% 華為今日推出新旗藍手機 順耀光學同樣都創到越高 收報120.2% 上揚2.8% 而重把藍籍集體走低 騰訊及見一個月新低的港交所 都跌1.3% 左右 聯取局再減息四分一來 符合市場預期 同時金管局將基準利率由2.5厘降到2.25厘 下跌幅度0.25厘 市場擔憂 正式差收窄 金融股份低迷 友邦領跌 收報76.5 下跌3% 在藍籍中佔底 恆生和中仁香港都在藍籍中跌幅居前 分別下探2.4% 國家統計局早前公布天然氣生產加快 市場憧憬行業進入旺季 燃氣股份亦市向上 國資股份有四隻上升的個股 其中包括中國燃氣和新澳能源 分別在上行1% 以及0.8% 環潤燃氣7年弱 創40.2的一個月新高 修捕39.3 上行1.6% 昆倫能源創一個月高位 收升2.9% 今日的收視講Round 先到此 明天再見